第一个啦,如何把那个云端硬碟当成是伺服器来使用 server嘛,你就把它当server嘛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24小时开着 也不用去一台电脑,然后也不用平宽 何乐不为,好像几乎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OK,好,只怕说将来会不会跟我收钱 那如果跟我收钱,我在想别的方法 我想他已经用这么久了,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可能同学会遇到的状况就是 他的语系是英文版的 所以你这个可能要把它变更 他好像有些不会是英文版 你可能要,上面有个什么全部变更 第二个的话,可能同学会遇到的状况 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发布的时候,特别注意 我发布的时候呢,是发布不是整份文件 而是某一个工作表 因为如果你整份文件跟那个一个工作表 看到的结果好像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发布成那个网页 另外如果说你要停止发布或重新发布 这个下面有一个相关的设定 你可以停止发布 有没有 然后呢再重新,因为刚刚有同学做错嘛 你可以停掉之后有没有 然后呢再把它按发布 那发布的时候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不要整份文件 只要单一个工作表也可以 OK,然后把它发布 这样按确定 那发布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一样了 这边有个网址 然后你把它前往看一下 然后你把它前往看一下 看到 当然这个用的还蛮顺畅的 不过会有个问题说 如果你未来 假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 里面有变更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增加或减少 假如说我今天把下面的这些资料 这几笔删除的话 比如说这几笔删除 那它因为我这边选项里面 发布的时候 刚刚有看到 这边发布到网络 这边有什么 内容有所变更时 自动重新发布 所以你这边变了 不管增加或减少 那那个网页呢 也会跟着增加或减少 但是 它不会是即时的 因为它的资幅器非常多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Google的资幅器有多少个 请猜一个数字 几千 几万 几十万 还是几百万 我有讲过吧 没有 其实它公布的 至少有两百万个资幅器 两百万台资幅器 哇塞 这可怕的数字 两百万 而且是24小时的运转 所以你更新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资幅器 你的东西在哪个资幅器 但是它会有异地 互相备份的机制 也就是说 如果哪一台资幅器里面硬碟坏掉 也不致会影响你资幅器 因为它坏掉它会从别的地方 再去call 再去抓 再恢复 所以基本上会可能发生资料 遗失的可能性 这个应该是比那个贝得一打到 应该还要来的低太多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想它的安全性 应该是可以可靠的 而且这种制服器的数量 还在急速增加当中 所以未来的世界 其实很难想象 所有东西都虚拟化 这个数字只会增加 这个数字只会增加 不可能减少 除非说呢 可能哪个大个国家发生核战 发射核子弹 那当然就可能会大家都同归于尽了 如果不是的话 将来的趋势只会虚拟化 虚拟化最重要的 其实人慢慢都必须要 很多都是可程式化的 也就是所有东西一切 都是靠这些云端网路 跟一些未来像物联网 车联网 智慧联网 所以一切 那跟什么呢 跟什么工业4.0 所以间接产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 大数据放哪里 放云端 那给谁用呢 给工厂各个讯息 所以很多呢 甚至以后的机器 不再只是单纯的接受指令 而会自动的去记录 它所有一切的工 所以它像红海那部分 它也是公差越做越小 因为它会自己有智慧的空间 那当然这个可想而知 这些越来越做 怎么去做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这些相关的流程 OK好 那所以呢 我把它重新发布之后 它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资料 但是特别之后 它不会马上更新 所以我刚刚讲完 我看一下 我们把那个最下面的笔数删除 那最下面是瑶瑶 我看最下面是不是瑶瑶 没错 有的时候之前好像隔了好几分钟还没更新 但有时候蛮快的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这有时候 不过大概都会在几分钟内更新 那也就是你这边更新 你的前端 无论是电脑 无论是手机 也会跟着更新 OK 所以这里也要特别的注意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刚刚讲的 你就是在这边更新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你就是要不就是录制一个聚集 用这个什么 先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使用那个 我们的资料里面的重web 那把那个这个 好 这个网址把它贴上 把它倒 然后录下来 再把它修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就是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方法 所以请各位先熟悉 那当然是单一个资料 那未来如果说 你有很多像那个股市之类 雅虎股市资料 它有不止一个资料 它有很多 很多类股 那你想一次批次的全部 都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这时候当然就是要 也是前面有批 单次的查询嘛 这有点像单次嘛 那如果你要批次的话 第一个 我讲过嘛 你一定要有个清单 所以如果你要批次下载 那你就是先建一个清单 那清单的话 不外乎就是 哪个类股名称 就是它将来会建立的 那个有没有 工作表名称 第二个可能需要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网址 到哪边下载 下载 自动帮你下载到那个清单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全部都把它下载下来 逻辑差不多 OK 所以也许第一个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 先给完成 那完成这个部分之后 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 我想你也可以在 因为我两边好像都有放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怎么去发布 然后那个更新的步骤大概就这些 程式在这边 好自己可以参考 那待会的话我们要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如果不用 因为有一些不是表格 那我怎么做 其实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方法 网路上大家都想知道 可是好像 这个也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写出来的 然后呢 网路上提供的可能一堆 但是我把不需要的东西通通删掉 留下需要的部分就好了 而且其实程式大概就几行而已 第一个 CREATE OBJECT 有印象吧 之前有用过 用那个像ADO 这里就外挂 所谓的外挂就是本来 Excel VBA不能做 像ADO 不能去存取资料库 但把ADO叫进来之后 它就可以跟资料库连了 那比如说不能寄信的 你把outlook叫进来 你就可以寄信了 你本来不行 连上网路抓资料 其实你可以把IE包进来 也可以啊 所以 甚至可以把Word的PowerPoint 甚至很多东西 反正只要外部的 只要是微软的产品 通通都可以把它外挂进来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MX-HTTP 版本也许 我找到的是3.0 如果你有更新的 或更旧的 这个版本名称是可以变动的 比如说你的版本 可能还在用Excel的2003吧 如果你电脑里面刚好没有3.0 就2.0 那你改一下名称就好了 它也可以抓得到 OK 那把它create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 本来是放在像那个 Windows里面的那个System32 一时放Program File 它的实体存在是一个DL 有没有 常常看到 点DL的档案 就是动态连结的函式库 那如果你要把它load到记忆体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Set Set 这个东西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放在记忆体里面的一个叫做 一个物件 一个变数的 叫做什么 物件变数 那用它呢 就可以去什么 去开Open 某一个网址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给它 它就帮你开了 那怎么去开 它Open之后 Send的话呢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输入网址 旁边不是按下去吗 它就是连线了嘛 那连完线之后呢 这个HTXML这个物件 它就会去抓里面所有资料 比如说那个是一个网页 它就把里面所有网页 通通抓下来 抓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不是有个 发布的那个 比如说我刚刚发布的那一个 这一串有没有 这个网址 我们在 这个网站刚刚下载这个 这个UR 就是刚刚发布这个 它其实里面呢 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 检视原始码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抓的话 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抓下来 那 可是这些东西呢 里面有很多 其实是我们不要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我们要的 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去切割了 找到你要的地方 头尾切出来 放在椅子里 头尾切出来 放在椅子里 可是你想说老师 哇 这样子我要切 我很头晕耶 这里面光看头都晕了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那这个等一下会跟各位 讲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就是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那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跳到 你们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个下载 应该是从云端下载 你就打开这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部分 然后再延伸到这个 用这个 X这个 ML HTTP 那待会再来看 我会分阶段 一个一个 让各位了解 如何利用这个物件 去抓取网络上面的资料 好 好